嗨 努帕 大家好 我是平衣 又回到我們 咪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我們6月6號啦 那相信有一些人可能看了我昨天影片 以為我已經抽了必中對不對 還沒有 好不好 那昨天是非常好運 一發驚刃 直接中了我們一張小圓啦 那其實我還滿害怕今天的抽獎結果的 因為感覺昨天運氣都弄完之後呢 今天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但是目前來說因為這一次的話 在我們6月1號的時候 我們的罐頭有半價的活動 所以我們第一抽的話 750罐頭是可以抽下去 那剛好的話 下一抽是1500嘛 1500加750的話是需要2250罐頭的 那我們這邊剛好有2379 所以今天的話應該可以抽20連抽的 我們的魔法少女小圓喔 那我的目標當然是希望 好不好 剩下的那個 貝貝阿 學姐阿 還有小美燕阿 或是藍色頭髮是誰阿 完全 完全沒有在在乎她這樣子 藍色頭髮是美術殺夜香 這三隻 這幾隻如果全部都出來的話呢 那我的魔法少女小圓系列就真的可以畢業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先來抽一下這個系列 上次已經跟大家介紹完這些角色 基本上滿多都是我們遠攻距離的角色喔 而且還不錯 那對於我們的魔女都有一些大傷害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目前還沒打贏我們那個 胡桃錢魔女 那我們抽完之後呢 嘿嘿嘿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魔..胡桃錢魔女會變成什麼樣子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也沒有什麼任何多球啦 就希望不要抽到重部了就好了 那我們就先第一個首次的三十罐罐給她下去囉 看一下手氣啦 祝大家今天都抽到滿多好貓貓好不好 基本上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 哇唷 喔 這邊直接抽到我們的QB 這是一個好兆頭喔好不好 這是一個好兆頭欸 直接三十罐罐中了機稀有 唯一是機稀有的QB喔 那這次的話另外一邊呢是古代勇者啦 古代勇者其實對新手來說算是一個還不錯的系列 所以你也可以考慮就是750罐罐來抽古代勇者 然後1500罐罐來去抽小圓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囉 好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呢 古代勇者我們目前是還好啦 所以我們就來 嘿嘿嘿 來抽一下吧 因為我覺得距離下一次如果要有什麼大活動的話 應該也是八月多了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八月多就可以課金了好不好 各位就要看哲平課金課到爆了 好 那我們就二話不多說 直接先來一個十一連抽吧 來一個不要重複的 拜託 啊 然後多隻一點 好 倫倫貓 歡迎你加入我的倉庫管理員 第二隻 呃 衝浪貓 喔 這個可以拿去給他加起來 還不錯喔 第三隻 好 這個是我們的 踩高跳貓貓 這隻好像也沒什麼在用啦 不過可以換成NP 還不錯 第四隻 這個是我們的沙夜香的貓貓型態喔 這隻我記得我上次有抽到過 對 有了 第五隻 啊 這隻就沒有了 這是我們的那個小美燕的那個貓咪型態喔 蠻可愛的 小燕貓 再來 第六隻 哇 全都出來了 那看來這一次的話 可能應該也是保底了喔 第八隻 喔 好 呃 他在前面是給我一隻重複的 哇塞 如果最後一隻是小炎 我是不是嘻笑阿 這還不錯的兆頭啦 還有沒有 大崔哥哥 我忘記第幾隻了 其實很容易忘記一件事情喔 所以忘記了 再來我們希望最後一隻 不要是小炎就好啦 好 這個是 探射器 哇 嚇死我了 好緊張喔 千萬不要給我小炎或是杏子喔 拜託 喔 小頭貓 還沒 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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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點 好 應該是下一隻了 不要小炎 不要杏子 來個學姐 哇 太好了好不好 這還算是好兆頭 而且說什麼就游泳 八馬美 學姐 讚 好不好 不要再說不要提學姐了 學姐已經在我們的貓咪大安證那個 角色裡面了 不是藏庫阿 所以我們以後永遠會照顧的他好不好 他已經會永遠活在我們貓咪大安證的世界裡面了 讚啦學姐 還行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已經中了差不多三隻了嘛 所以我們還有三隻 好 我們就不管了 直接下去吧 希望不要重複啦 拜託再一隻 小美燕或是貝貝都好 拜託 來吧 好 肉骨獸 第一隻 第二隻會是誰呢 更多一點 更多一點 好 這個是薩葉香的貓貓型態喔 其實目前來說我已經心滿意足了啦 畢竟有抽到學姐喔 那還蠻多人可能說學姐好像是個大獎 所以我覺得 嗯 開心 好不好 好 這個 小燕貓 差不多 小燕貓 好 這個是我們的土司機貓貓 歡迎來到我們的NP世界 好 土司機貓貓 再來又是QB喔 QB這邊中了兩隻還行啦 至少是機器有的可以收集一下喔 再來 哇 中了學姐的貓貓型態喔 那這感覺我們的貓貓型態好像都要抽完了耶 來來來 速解貓 好 看來這次應該是最後一隻保底耶 希望是貝貝吧 我比較想要貝貝喔 好 挑挑貓 感覺這次應該是一隻了啦 不要重複了就好啦 拜託 好 這個是小圓貓貓型態 應該快到了 應該快到了喔 拜託拜託 來個貝貝吧 好 這個是 弓箭手貓貓 來個貝貝吧 不要重複的 不要重複的喔 怎麼又是你啊 哇塞 我們的性子啊 哇 好啦 也行啦 我覺得性子應該是這一系列裡面最好抽的一隻角色 不然怎麼會一直出現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呢是 中了學姐啦 還不錯 好不好 中學姐 開心 欸 我們就來 把學姐給他換上去喔 那剩下的時間的話 當然我們要幹什麼事情 我們要去找那個魔女再泡茶一次 再來泡一次茶了喔 我覺得 基本上昨天會輸的原因是因為我那個出貓順序有點錯啦 因為我們的那個小敵人直接把我們那個魔法造型給打掉了 就比較麻煩 尤其是我們黑色小敵人喔 那這次的話呢 我們的那個小圓也給他 哇 學姐居然 沒辦法10等 我們這邊小圓的話也給他30等了 所以應該會蠻猛的喔 好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學姐給他換上去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打敗我們這個好不好 胡桃錢魔女啦 不要再讓他那麼囂張了 那我覺得這關的話我應該還要帶一些 就是針對我們黑色敵人的傷害啦 比如說我們那個 我覺得應該要帶個那個誰應該也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龍宮之後這邊可以 剛與胡貓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帶抗波動的 這樣子好了 我們先這樣子打打看 莫比烏斯 大婆莫比烏斯換下來好了 然後換一隻真田幸村上去 因為我覺得小敵人黑色小敵人那邊需要一隻那個能夠 趕快把他解決一些角色過去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好 那我們就用這一套魔法少女戰隊好不好 三隻好不好 三隻 我就不信我們 撤不贏這隻 胡桃錢魔女 我們來打打看喔 來 我們的虛假劍龍園 然後這邊 胡桃錢沒有超級難 Lost go 那這關卡的話因為會一直出一些小敵人啦 所以是非常麻煩喔 那其實還蠻多觀眾朋友給了哲平一大隊 就是哲平應該打過的一些方法 但是我們還是先用自己的方法先來打打看喔 因為他們介紹的那些方法我都有稍微看過了 應該是蠻簡單的 不會太難 尤其是我們有這個魔女連組之後喔 應該就不會更難了 好 那我們第一隻的話呢 待會因為一開始也是出我們紅色敵人嘛 我們一樣要先出八戒好了 我覺得八戒還是特穩一點點喔 好 八戒先給他出出來 然後 趕快把坦克叫上 我覺得一開始應該不能斷坦欸 因為就是斷坦之後那個魔女就會走過來就會很麻煩 好 這邊的話打死 然後應該就有一大堆經濟了 那我們就可以先叫一隻 小圓吧 因為小圓的話我們昨天有練喔 很高等 好 黑色敵人出現了 就今天爭前心村喘喘一波 直接不用啦 直接那個啦 好 那就直接出小圓吧 然後這邊要篩圍雷一下錢包喔 因為昨天的那個就是 失誤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在生錢包 所以錢包滿意 好 這邊小圓啊 滿等小圓 我跟你開玩笑喔 好 這邊有鴿子喔 那鴿子的話因為他的坡洞感覺就是一格的啦 所以也沒有說打那麼遠 所以就 也不用帶上張女狐猫了 應該也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龍弓獸出一下喔 因為接下來可能又會有黑色小敵人了 但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就把黑色小敵人交給我們的真田信村啦 加油啊 小圓 好 目前來說感覺 應該還算是穩定喔 但是坦克就是一定不能斷 好 後面還有一隻龍弓獸 所以不用怕 哇 八戒這邊可能要死了 但是下一隻八戒應該可以出來了 哇 直接爆開 但是這邊應該是可以穩定住喔 加油啊 小圓 滾到後面去 你們 哇 尷尬了 這邊果然真的是很麻煩啊 好 我們今天魔法少女部隊都出來喔 這關最麻煩就是因為 魔女只要一咬到塔 我們可能就會 啪雞 好不好 所以要小心一點點 交給龍弓獸了 這邊黑色小敵人 打死 可以門提 快點 快打死他們 小圓這邊感覺 雖然30等了 但是感覺還是沒辦法 一下來把我們這個黑色小敵人給打爆 所以這邊黑色小敵人感覺真的有點猛 好 這邊的話我們叫出了 我們的八馬美學姊登場好不好 學姊這邊只有9等啦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先看一下可愛的學姊登場 哇 學姊會晃餒 好 沒問題 感覺學姊這邊應該可以扛住蠻多下的傷害喔 就哲平必須動用了3隻魔法少女啊 才可以把我們這個胡桃千魔女給打爆啊 看來我的技術真的是 非常的爛啦 沒關係 我們這邊前八還是很多的喔 接下來就看一下 黑色小敵人出來之後 我們就出真田幸存 就這麼簡單喔 好 這邊是紅色的 喔 可以喔 感覺這是2次KB囉 我們昨天只有看到1次KB喔 而且就直接被打爛了喔 感覺其實他們3隻的攻擊範圍好像都差不多近欸 就是學姊他也沒有特遠攻的感覺 都差不多在那個位置喔 感覺都在龍弓獸那個位置 差不多 好 這邊的話 好 下一波的黑色敵人出來了 趕快叫一下真田幸存 我覺得真田幸存就蠻關鍵的啦 因為我們昨天就是因為太少一些打我們黑色敵人的 所以被黑色敵人咬爆喔 那這次帶上真田幸存的話 可以直接把那個黑色敵人給插插掉就沒有問題了 可以喔 我們3隻魔法少女還在 啊 NICE 信不信信不信 我們這邊是把小炎升到30等之後 然後八馬美學姐9等啦 直接 再架1隻好不好 1隻不夠打不贏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2隻 2隻打不贏沒關係 你可以用3隻喔 那我們就勝利的成功把我們這個胡桃前魔女給打爆啦 基本上 應該不會說很難 因為基本上你只要把那個就是 他的那個出小敵人的順序出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就是好好地立刻他了啦 我昨天基本上就是因為 沒有特別多的那個 沒有特別多的XP 也沒有就是特別去安排那個出法喔 所以才會比較容易GG啦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把我們的小小炎 3階進化啦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小小炎3階進化給大家看喔 希望XP會夠 好 GO 就可以進化啦 沒問題 就變成我們的 哇 惡魔小小炎欸 直接變成惡魔的形態喔 侵蝕了生命般的神聖之物的少女 有時候能使黑色敵人攻擊力下降 欸 還滿可愛的欸 而且 有點惡魔的感覺喔 那這隻角色的話之後再打我們 因為目前還有一些小炎關卡還沒打完啦 所以之後的話打我們一些小炎關卡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做一波介紹囉 好 那今年開始的話就我們的罐頭必中啦 哲平這邊是把我們2000多罐全部都打給小炎了 那是有抽到學姊 還不錯喔 但是第二次抽就有點浪費了 因為第二次抽就是抽到第二隻杏子 其實 第三隻杏子啦 所以其實也沒有說那麼的好喔 好 那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你們抽到哪些魔法少女啦 那你們覺得最強的是哪一隻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你覺得今天哲平抽到我們八馬美學姐 很好很好運的話呢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那每天中午十二點跟晚上五點半跟晚上九點多的影片囉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